我一心一地喂他 然后我抛弃我的父母 我就把 就是因为他不关心你吗 还有后面的事 说后面的事好吗 上学的时候 他滴酒不沾的 但是现在都不一样了 他又抽烟又喝酒的 然后喝完酒之后 还跟我耍酒疯 天天喝酒啊 经常 也不是天天喝 天天喝酒 因为就是他自己的工作 他不愿意干了 他特别想就是回家里边 他父母也催着他回去 然后我每天都心烦 他这边不理解 然后我回家没有起色嘛 然后我那两个兄弟 也就是说 跟我提出要转型 我自己这方面 我认为是坚持下去 肯定能好的 生意情感都不顺 就喝点酒 喝酒之后 他跟你闹的事是指什么呀 他就是跟我抱怨 而现在脾气 喝完酒之后脾气也特别大 你说他现在时间也挺忙的 都没有时间陪我 然后我现在工作也是挺忙的 但是我闲下来的时候 有空的时候 我就想让他陪陪我 可是他都没有时间 他就以各种旅游 就拒绝我 他不陪你的时候 你会怎样呢 他不陪 自己出去玩还是 我就会找几个同事一起出去 你跟你几个同事出去 我不管 但是你们可以逛逛街呀 然后看个电影什么的都行 然后你们非得去旅游 去穷游 然后你们住的是什么地方 就是各种帐篷 然后去那种小青年旅社 然后男的女女都住在一块 这点我特别不愿意 我每次出去玩 他就跟我吵架 我一出去玩 他就一遍一遍给我打电话 然后就是晚上的时候 还要跟我视频 非得要看看我跟谁在一起呢 在哪呢 你说他就是总是这样 就是会让我感觉 他有一种怀疑我 有一次他去的大理 你说唐山离大理那么远 我不在你身边 我放心你吗 你还说去大理那事 他一说去大理那事 我就特别生气 就那次我跟同事都约好了 我说我要去大理 机票什么我都买好了 他就死活的都不让我去 他居然把我行李箱藏起来了 他就是为了不让我去 他就能干出这事来 我那么做是迫不得已的 知道吗 但是后来还是没挡住你 你不还是去了吗 但你那么做也太极端了 你说我特想问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不能陪陪他一起 做这个火锅店呢 因为他这个火锅店 根本就不赚太多钱 而且你也不看好这个是吗 对我是不太看好的 因为他没干过这个东西 他没有任何经验 所以你就不想陪他 不是不陪他 因为我觉得他每个月 就赚两三千块钱 跟我赚的差不多 而且我这边也有工作 没有办法把这边工作辞了 也陪他 可是你有时间去休假 但我也需要出去散散心 我也那时候也特别烦躁 你烦什么呢 因为父母这边 对我对他和意见都挺大的 然后他现在就是 对我俩的未来一点 都看法都没有 你想娶过他吗 想过吗 也不说结婚 然后也不说那些事 也不乱安排 对我说